車子停在巷口一動也不動 單者明明是輛座護車 沒有要載送患者 也沒有任務出動 卻停在不該出現的位置 機動市有名一銷日前指控 跟著出勤回程時 消防隊員沒有馬上歸隊待命 反而在外面逗留十分鐘左右 知名義小提醒時間差不多要回去了 結果隊員卻只回應要休息一下 而他後來等不下去 直接自己走回分隊 後續他在群組提醒 結果得到的回應卻是說 在車上討論救護技術精進 才會沒有注意到時間 為立即返回對上 而是將救護車開自人煙稀少的道路邊休息 躲避第二次救護出勤 此舉嚴重影響勤募紀律 本局將寄嚴重的寄過以上行政處分以禁效游 避免事類事情再次發生 後續消防局接獲此事 也立刻下令調查 若屬失不排除寄過處分 而這名義小也表示 休息一下可以理解 但這一次時間真的太長 如果遇到緊急事件 對內人力短缺 導致延誤送醫或其他狀況 那是要誰來負責 TVBS新聞的新回藍亭 基隆財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